阿姆阿彌陀佛 好 上一节课 我们讲到阿弥陀佛救度众生 不减善恶 也就是说 恶人回心念佛 愿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都会平等地去救度他 在上一节课的最后 留下了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 在讲到恶人念佛往生 总是会引起一些波澜 曾经在我的邮箱当中 有一位居士给我留言 他说 法师 你说恶人回心念佛 也可以得救 我很反感 这怎么能行呢 这不是邪教吗 怎么恶人念佛 还能解脱呢 你这样说 众生就会放纵 三业行为 侵卖因果 而造罪造业 当时 看到这封留言 我就问他 我说你觉得 自己是好人吗 当你说出 这些话的当下 你的心 一点都不好 你的心 这时候还有慈悲吗 你当下的用心 是满满的杀鸡 和恶意 你自己看到了吗 而且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甚至是比 五历十恶 更恶 因为你已经起了 我见的分别 你在说的当下 其实自己 已经以善人 来自居 也就是自己 把自己 划归到 善人的行列当中 所以对恶人 没有怜悯之心 如果自己 如实的顶带佛法 如实的知道 自己 是怎样的存在 就知道 佛说 恶人 回心 念佛 往生 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恰恰 是为我们而说 为自己而说 当下 我们只有谦卑 忏悔 与感恩 所以佛在经中 就说过 令成就 武力 重罪 不成就 我见 为什么佛这样说呢 因为造过 武力 重罪 他是因为 遇到 造恶的因缘 而做了 恶的事情 只要他遇到 善的因缘 遇到善知识的 引导 能够回心 依然能够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依然 可以得到救度 而当下 转恶 成善 所以偶艺大师 有一句话说 但闻佛名 武力 十恶 皆明 善也 也就是说 哪怕 对方是个武力 十恶 重罪的人 他能够回心 专称这句名号 怨生 彼陀净土 他就是真正的 大善之人 这个善 是超越我们人间 对立的善恶观念的 我们六道的善恶 都是颠倒的 虚伪的 对立的 打个比方 天人 比我们善 但是天人的善 和阿罗汉的出世善 来比 也就是从 出离六道的角度 来说 天人 就不是善了 同样 阿罗汉的善 和菩萨的大乘善 来比 那又不可比 所以佛 在经中 呵斥阿罗汉 是胶牙败种 甚至在 回小向大 谈扁包园 从小秤 阿罕石 转入大秤的 方等石的时候 甚至贬斥 他们是 无碍道 所以阿罗汉 和菩萨 这也不能比 那菩萨 自立利 他的善 和佛 觉行 圆满的善 又不可比 那我们整个六道 如果从出世善 这个角度来说 仍然是恶 所以无量寿经 有一句经文 就说 恒截 五恶道 也就是说 念佛 恒超截断 六恶道的轮回 佛说 六道 都是恶道 这里说五恶道 其实就是六道 因为把阿修罗 化归 其他几道 这样只有五道 因为有些经典 翻译五道 有的翻译六道 我们一般说六道 那在这六道当中 人道 和天道 在我们一般意识当中 属于善道 可是佛 却说六道 通通是恶道 人道 天道 也是恶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 鸟生死 不能出三界 所以以出离三界 为目标的话 人天二道 算是恶道 与菩萨 清净业力相比 我们凡夫 虽修 虽修 借善 仍然是染业 恶业 因为是颠倒的业 如果不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出离六道 出离六道轮回 善 最终也会倒向恶 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 比如你今生 做了很多的善事 但这些人天善法 并不能让你 出离轮回 到了命中 因为你这一生 为善 所以依 这一生 所修的善业 让你投身 富贵人家 一转世投胎 上一世的记忆 就忘光了 结果上一世 还知道 修习善法 这一世 却只会 享受福报 而造罪 造业 所以在 印光大师 上海 陆国 悉灾法会 开示录当中 就曾引证 一些 前世式出家人 结果今生 却广造 恶业的例子 比如 期末前世 为禅僧的 彭运章 和贵卿 张费 这三个人 今生 都是想 大福贵 但是却 广造 恶业 最终 堕落 恶道 以及 民国初年 自知前世 为 僧的 清末 叹花 无影之 不屑于念佛 所以很多 前世 是出家人 结果今生 连佛法 也不信的例子 太多了 所以这些 都是值得 让我们去 深省 所以明代高僧 莲齿大师 就曾说过 他说 我观察 历来 才华 出众的 富贵中人 钱 身 多是僧人 可是 投胎后 便迷惑 不知回头的 占十分之九 不辜负 前世 因缘的 才占 十分之一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 五卓 恶事 退缘 太多 贤达的人 也在所难免 比如 戒禅师 后身为 苏东坡 清禅师 后身为 曾鲁公 折禅师 身后 贪念 富贵 苦劳 更重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 古往今来的 善知识 都劝我们要 舍离 五卓 恶事 求生 西方净土 也就是这个缘故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 大恶之人 秦桧 他之所以能够 有这样的地位 都是过去世 他是燕荡山的僧人 可是转世投胎 虽然很有福报 但却陷害 中良 造了很多的 坏事 所以正法 念处经 有一句经文 就说 从天 升地狱 从地狱 升天 最六道的善恶 都是很颠倒的 大善 一颗导向 大恶 比如大善 但处理不了六道 让你升天 享受 最后 还是会 堕落地狱 所以我们讲 轮回 是颠倒的 是颠倒向 印光大师 也说 如果 世间的善业 不能让你 出离轮回 跟 信愿 具足的 念佛 往生 敬业相比 则 世间的善业 仍然属于 恶业 因为来生 做人 比 灵中 往生 还懒 不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将来 必多 恶道 所以 整个六道 从 究竟意义 来说 都是 恶的 在 绘书当中 有一句话说 六道 则流转 所由 故言 恶道 六道 它是整个众生 流转的 处所 是轮回的 颠倒境界 所以称为 恶道 我们拿天道 来说 龙树菩萨 在大智度论 引用一则 辟语 来说明 天道 也是恶的 他说 流皮 虽贵 只按 批之于身 今日 九兆 则 一家 劳富 难以 开脱 就好像 流皮 非常 珍贵 龙树菩萨 用 流皮 来比喻 天道 之乐 就好像 你把 牛皮 披在身上 古时候 人没有 衣服穿 就用 牛皮 当衣服 那牛皮 经过 每天 阳光 长久的 照射 牛皮 就会 越来越牢固 越来越 束缚 最后 你就很难 开脱了 所以龙树菩萨 就用 流皮 来比喻 人天 所修的 有相 有漏之福 最终 会损害 我们 解脱 之道 伤 我们的 法身 会命 所以六道 的善 是颠倒 的善 整个六道 都是 恶的 我们 也是 恶的 所以六道 的一报 和我们 内心的 正报 都是 恶的 我们 我们讲 万法 为心 正是因为 我们 都是 恶的 所以才 感召 六道 轮回 所以六道 轮回 是我们的 恶心 所建设 出来的 所以我们 大家 都不是 好人 是好人 你也不会 在六道 待着 经中 讲 诸恶 众生 吸气 其国 也就是说 恶 众生 都在 娑婆 世界 阿弥陀佛 能够 救度 恶人 你就 偷着 乐 说的 不是 别人 就是 为我们 而说的 说的 就是 你 说的 也是 我 说的 也是 他 就像 这位年幼 你讲出 这句话 就证明 你就是 恶人 为什么呢 有一位 古德 曾经 说过 不能包容 恶人的 善人 不是 真正的 善人 你们想 是不是 静宗法师 曾经 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 很有道理 他说 我们 之所以 对恶人 没有爱心 是因为 没有爱心 才看见 恶人 就像 常不清 菩萨 坏人 欺负 他 他还对他 恭敬如佛 为什么 因为他心里 是佛 他看一切 都是佛 就像苏东坡 和佛印禅师 有一天 苏东坡 去找佛印禅师 两个人就打坐 苏东坡 就用言语 挑衅 就问佛印禅师 你看我现在打坐 像什么 佛印禅师 就说 你打坐的时候 像一尊佛 苏东坡 苏东坡听完之后 就大笑 立马就反问禅师 那你猜猜看 我看你打坐 像什么 佛印禅师 回答说 不知道 这个时候苏东坡 就又大笑说 我看你打坐的时候 像大便 自以为占了便宜的苏东坡 就大笑 走了 到家的时候 他就与他的妹妹 苏小妹 就提起这件事情 苏小妹就说 佛家讲 相有心身 佛印禅师 看你相尊佛 是因为他心中 就是佛 你看他是大便 证明你就是大便 所以同样 我们能看到别人之恶 那就证明 我们也是恶人 是不是 阿弥陀佛的佛心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 所以不简责 善恶 因为任何众生 对于阿弥陀佛来说 都必救度 这是佛的心 佛心 无善恶 顾看一切 都是他应该 救度的对象 所以即使 五立十恶 拒诸不善的大恶之人 他能够回心念佛 都能得到救度 他念佛的善根功德 以世间圆满五戒十善之人的福德 都要大得多得多 这是不可以相比较的 正如 经中 所讲的那样 命受地狱之苦 而得闻佛名 不受无量之乐 而不闻佛名 也就是说 闻到 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超越人天 是超越人天 五戒十善的功德 古德 还有一句话说 另做提婆达多 常伦地狱 不做 玉头蓝符 占得升天 古德这段话 彻底颠覆了我们 一般的认知 和三观 我们都知道 提婆达多 是佛门的反面人物 是武力罪人的代表 玉头蓝符 他是释迦牟尼佛 没出家之前的老师 虽然 没能等到 释迦牟尼佛 成佛后 来教化他 就离世了 但他能够依自己的修行 投身最高的一层天 飞翔 飞飞翔天 可见 世间法 做得肯定是相当好 而且能够作为 佛陀 未出家之前的老师 可见在世间 学问上 来讲 也是很有智慧的 就这样 善恶反差 很大的两个人 古德却说 宁愿做 武力的提婆达多 而成伦地狱 也不做贤达的 玉头蓝符 而占得升天 为什么呢 因为提婆达多 在恶 但他也跟随 佛陀 学习过佛法 读诵过 大乘的经典 是大乘 信型的根性 虽然堕入地狱 也能因为原来 诵经 一字一句的功德 因缘 最后能够 解脱 成佛 而玉头蓝符 他即使圆满 人天善法 可是没有出世的 大乘 善缘 虽然升天了 最终 还是会堕入 恶道 所以佛 就观他老师 去世 到什么地方了 一观 他的老师 声道 飞翔 飞翔天 再一观 不得了 天福 想尽了 就要堕入地狱 再一观 地狱果报 售完之后 还要堕入 飞泥之身 所以古德 有一句话就说 纵饶修道 飞飞翔 不如极乐 归去来 所以从解脱 因缘来看 武力的提波达多 却胜过 升天的 玉头蓝符 同样 观金 下品下生 这个人 虽然是 武力十恶 拒诸 不善 无恶不作 无作不恶 可是最后 却能一指 实验念佛 往生 极乐世界 佛赞叹 他是善男子 所以念佛 就转恶成善 不可思议 所以经中说 武不可思议当中 佛法 最不可思议 博力 最不可思议 所谓的不可思议 就是说明 这种力量 这种功德 是超越的 无上的 圆满的 颠覆 我们凡复的认知 颠覆 我们的三观 所以不能用凡复的思维 去思维 所以一讲到 恶人 回心念佛 往生 极乐世界 很多人难以接受 因为人的认知 就是恶人 就应该让他下地狱 就应该让他受苦无穷 就应该被制裁 当然 这也是符合 因果的法则 可是因果 也讲 众者先迁 所以元姓和尚 有一段话就说 伯云 五颜如蜜 终辨皆田 西已信寿 是故 信少恶 入地狱 而不信 一念 生西方 此臣 可谓 邪见 也已 佛就说了 我所说的 经教 不应该 有分别心 都要信寿 就好像吃蜜糖一样 中间是甜的 边上 也是甜的 如果你只信 作恶 堕地狱 而不信 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 能够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认知 是邪见 是边界 也就是落到一边 没有站在中道 去看问题 那站在中道看问题 就是我们信 善恶因果报应 作善 得善果 造恶 得恶果 同时 也信寿念佛 能够转恶成善 往生西方 信 一切造恶凡夫 回信 念佛 愿生 极乐世界 都能往生 信 名号的真实功德 能够破我们 人天 虚假之恶 所以大众 不要感到怪异 佛法 本身就是颠覆我们的认知 我在 没遇到老上人之前 还未信入 念佛法门之前 当时特别喜欢 读金刚经 在金刚经当中 有一句话说 若负友人 德文是金 不金 不不 不畏 当智世人 甚为稀有 意思就是说 如果有人听了这部金 所讲的内容 不精彩 不恐惧 不害怕 这样的人 非常稀有 为什么佛 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说 是担心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整部金刚经 都是围绕四句话来说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者像 你不需要知道 这四句话 什么含义 你只需要知道 这四句话 意味着拿掉了 自古而今 绝大多数人 精神 所赖以支撑的 所有东西 拿掉了人 所追求的一切意义 比如你的房子 车子 你的父母 妻儿 你的一切追求 你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现在佛告诉你 那都是像 都是虚幻 你能受得了吗 每个人 都有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 我们讲信念 世间人 喜欢说 人这辈子 要活得有意义 要不枉此生 或者认为 世界客观上 一定是真实的 我们一切的追求 也是真实的 可是 现在佛 却说我们一直以来 所相信的 是错的 你的父母妻儿 你的追求 你的一切 都是虚幻的 是假的 等于说 把我们的精神大厦的地基 框架 全部给你摧毁了 绝大部分人 会崩溃 就好像 你本来很健康 结果医生告诉你 还有三天 你就要死了 是不是一下子就崩溃了 所以当我们 自以为是的信念 或者观念 或者我们所信仰的东西 受到了威胁 人 本能的感受 就是精骇 恐惧 害怕 本能的反应 就是排斥 和不相信 那能够不精 不步 不畏的人 则必定是 大智慧 大善根的 稀有之人 那如果说 金刚经 是破我们六道 所有的相 告诉你 所有的相 都是虚假的 那我觉得 我们净土三经的 观经 就是破我们 六道的 善恶观 佛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救度众生 不问善恶 恶人 灰心 也得救 这就颠覆了我们的 传统 善恶观念 那如果你 不精 不步 不排斥 你就是稀有人 所以偶依大师 在 离陀金要解当中 有一段 开始就说了 不论出家 在家 跪见老少 六去四身 但闻佛明 即多结善根成熟 五立十二 皆明善也 五立十二 这样的大恶之人 只是简单的文系名号 就转恶成善 变成了大善人 因为这个善 是绝对的善 超越的善 圆满的善 颠覆我们的三观 颠覆了我们 人天 相对的善 所以这位年友 千万别起了 分别我见 为什么佛说 宁愿你造作武力 都不愿意众生 起我见呢 因为人 一旦起了我见 焦慢 就是无信 最难化之机 所以佛法当中 最忌讳一类人 就是焦慢之人 焦慢的人 是很难 升起信心的 比如你这句话 就体现出 你很难升起 对弥陀救度的 绝对信心 可能你会说 我也信呢 可是我只信 弥陀救度 只会救度 那些善 那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不叫 绝对的信 你这个信 还是相对的 我们的信 是信受 弥陀救度 既然讲救度 就是不问罪福 比如这次 土耳其地震 作为救援人员 他会只救善人 不救监狱你 关着的恶人吗 罪人吗 我们人间讲 人道主义 从人道主义出发 都会去救任何人 更何况 是佛呢 所以佛法 是很有意思的 你这句话 你这句话的当下 就比武力 十恶重罪 都重了 所以龙树菩萨 在中论 当中有一句话 就说 善人为善 善人为善 生恶处 恶人为恶 生善处 这句话 值得让我们大家 好好去思考 为什么善人为善 却到了恶处 恶人为恶 却最终 到了善处 因为善人 虽然为善 可是内心 起了我们之心 所以生了恶处 我以前 在读大波涅槃经 其中 有一段经文就说 善男子 有四善事 获得恶果 何等为四 在这里 释迦牟尼佛 就提到四间善事 说善事 本来的果 肯定是善果 可是最后的导向 却是到了恶道 感召恶果 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以前两条 来谈一谈 一者 为圣他故 读诵经典 二者 为力养故 受持 境界 这两点 共同的特征 就是起了我界 起了娇慢 比如第一条 读诵经典 很好 但读得越多 却是在 显摆自己 懂得多 为了超过别人 认为自己 学得好 就是想要突出自我 这样的用心 读再多经典 只会让你感召恶果 因为你的用心 因为你的用心 佛门 最忌讳的就是 焦慢心 讲一个故事 凡尚人 在65岁的时候 为了将 净土宗的根本教义 记录 保留下来 准备转述 选择本院 念佛籍 当时 凡尚人就命令 他的弟子 安乐坊 担任执笔 安乐法师 是一位非常 智慧念达 法义深入的人 所以 安乐坊就认为 自己 在众多弟子当中 能够被 委以重任 是因为自己 比别人优秀 能够广学多文 博文强计 博文强计 才被师父 反而上人 弃重 所以内心 就产生焦慢 人 内心产生焦慢 必然从言行 和态度上 也会表现出来 所以他内心的焦慢 立刻 被法人上人 看穿 法人上人 在中途 就不让他 执笔了 就不让他 再继续 写下去了 对于 安乐法师的傲慢 平常 慈悲的法人上人 就面露 微容 愤怒的就说 你缺乏 谦虚的心态 法人上人 最忌讳 念佛人 起焦慢之心 因为焦慢之心 与我们净土法门 是不相应的 所以法人上人 总是提醒大家 要长剃 三根毛 我们念佛人 有三根毛 一定要给他剃掉 你像当年 反而上人 对自以为道业已成 准备归乡 不教的弟子就说 你还有三根毛 没有剃 那弟子就感到不解 上人就说 明文心 立养心 和圣他心 因为这些心 说到底 就是焦慢心 一个心怀 焦慢之心的人 与净土法门的教义 是不相应的 因为净土法门 讲信顺 讲信受 彌陀救度 你焦慢心重的人 很难信受 所以无量寿经也说 焦慢必懈怠 难以信此法 焦慢之人 就会松懈 怠慢念佛 就会难以升起 绝对信受 念佛法门的心 所以你才会说 阿弥陀连恶人都救 这不是邪教吗 这其实就是焦慢 自以为是的 以善人来自居了 同样 持戒很好 可是持戒 却是为了显摆 自己是个好人 获得好名文 或者说 为了方便 搞立养 为了得到别人的恭敬 你像反而上人 有一位弟子 叫做靖心房 这位靖心上人 据说在庙觉寺 他的道心 非常深厚 他从来不出事 而且浅心面佛 异乎常人 归宜的人 如云霞般聚集 别人都看他 很精进 很虔诚 所以很多的人 就跑来归宜他 那这位靖心上人 在五十岁左右 迎来了生命的终点 可是最后临终 显现的样子 却是慌乱 不堪 因此呢 很多的人 就起了疑心 就说啊 靖心上人 都这样 更何况平常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反而上人就说了 是因为内心虚假 并未真实信受 佛的救度 因为这位上人 为了获得名文 所以他外现 贤善 精进之相 内心 却怀着虚假 他其实并未 真实信受 弥陀的救度 所以有我见 我见 就是浇漫 有浇漫 有自我在 所以就会搞对立 善恶对立 然后对回心向善的造恶者 也不能容忍 那佛 无我 所以不分别 善恶 就像观金的下品下身 我们都知道 是个大恶之人 可是在经文当中 佛 不称呼他为恶人 佛 称呼他为 愚人 就这一个字的差别 就体现了 佛的慈悲 因为在佛的眼中 不分别 善恶 只是怜悯我们 被无名 所障碍 被烦恼 所迷惑 做出 恶事 做出恶事 所以 英光大师 有一句话说 四十八愿 故众生 利恶归心 也来赢 非是混乱 无简则 年彼是佛 尚未成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 在因地 发四十八愿 来广度众生 鼓励 十恶的人 回信 转意 一向 专念 阿弥陀佛 也来迎接他 回归 极乐世界 不是说 阿弥陀佛 忽利忽凸 含混 笼统的 不加简则 是因为 阿弥陀佛 黏命我们 黏命这个造作 武力十恶的众生 他本来就是佛 具有佛性的光明 佛性 跟佛 是不减的 只不过因为他没有成佛 被贪嗔痴的构状 埋没了 造罪造业了 等他成佛了 自然 就不会造作 罪业 所以佛看我们 就像掉到 这个梭婆 大粪坑里的 魔力宝珠 不会因为上面 覆盖着一层 粪 大粪 就把它扔掉 反而是宝贵他 本体 就是魔力宝珠 把它 捡起来 拿到这个 八功德水里面 给他洗干净 活 也不会因为我们有贪嗔痴 这样的构燃 就把我们永远的舍弃了 而是因为年明众生 本来就有佛性 本来可以成佛 可是造罪造业 所以他以六字名号 来救度我们 道理就是这样 所以佛 救度众生 他不看众生 有罪有福 他只看 有没有佛性 所以在地藏经 当中 有一句经文说 又言福提 您命中人 不问善恶 我预令是命中之人 不落恶道 就年 地藏菩萨 救度众生 尚且 不问众生善恶 更何况 大慈大悲 诸佛之王的 阿弥陀佛呢 所以即使 是恶人之中的罪魁 也是弥陀的救度对象 佛法广大 救广大在他能够包容一切 如大海 能够容纳一切 即使污水 也能无条件的容纳他 容纳他的目的 就是净化他 所以在百叶经当中 你像有一个人 杀了五千个人 后来依靠佛的加持 回心 最后赠得 阿罗汉国 所以佛法 给任何众生 希望 修学佛法 最怕的就是 学佛 学得越来越对立 越来越分别 越来越是非 我们分别的当下 就是对立 与是非心 太重 那如果你学佛 学得越来越觉得 自己不是个东西 学得越来越谦卑 越感恩 越忏悔 学到原来佛说的字字句句 都是为我说的 你就学明白了 即使是 念佛一生 口处一道光明 六十年不导单 戒律经言 从来不举目 是女人的 开宗祖师 善老大师 他都说自己是罪恶 生死凡夫 原姓和尚 他作为天台中的高德 十四岁 就能够在王宫 为王上讲法 而且通达净土 却说自己是 顽努之辈 说自己是顽劣 愚钝的人 智慧第一的 日本净土宗 开宗祖师 大士智菩萨 再来的 法然上人 说自己是 武力之法然 十恶之法然 非三学之气 黑白不变 黑白不变 同样 大士智菩萨 再来的 阴光大师 说自己是周泛僧 只会吃饭 只会睡觉 静待 律宗的高德 红一大师 可以说是戒德 精进 如果跟他比戒律 那就是云离之别 可是 他却说自己 身 虽然没有成为畜神 但心 早已经 沦为畜神 祖师 是真正在拿 佛法的镜子 在照自己 所以他当下 唯有惭愧 忏悔 感恩 那我们却自以为 自己是善人 实在是皇帝的新音 讲一个故事 佛陀时代 有所谓的六群比丘 就是比较不听言教 没有威仪 不精进 被同伴比丘们 所看不起 也不受人敬重 这就是六群比丘 佛美有一句话说 佛是六群比丘 游贤于 佛灭度后 马鸣龙树 这个典故 是哪里来的呢 在佛陀灭度后 一百多年 也就是阿玉王的时代 有一位阿罗汉 叫优波菊多 他具足三明六通 但是他很想知道 佛陀在世之时的 殊胜 相貌 以及佛陀时代 比丘们的一些 威仪举止 刚好 那个时候 有一位老比丘尼 年纪大概是 一百二十岁左右 这一位老比丘尼 年幼的时候 曾经见过 释迦牟尼佛 所以优波菊多 就派弟子 到这一位比丘尼的地方 就告诉这位 老比丘尼 就说啊 某一天 我优波菊多 要来拜访他 在优波菊多 还没有到的时候 这位老比丘尼 先做一个动作 就是将波 盛满麻油 放在门的后面 当优波菊多 来到的时候 就推门 进来 就碰到了 这一波油 这一波油 泄了一些 到外面来了 可是优波菊多 并不晓得 优波菊多 进来 就问这位老比丘尼 释迦牟尼佛的笑貌 举止 是怎么样的呢 这位老比丘尼就说 释迦牟尼佛的笑貌 威严 简直无法形容 他说啊 他小的时候 有一天 很多人 就在喊 佛陀来了 佛陀来了 他一听 就跟很多人到外面 去迎接佛陀 当佛陀 来到他的面前时 他就立刻顶你 当他顶你的时候 插在头发上的金钗 就掉落在地上 原来是找不到的 可是由于佛陀身上有光明 照亮了整个村庄树林 照亮了当地环境 使得他能够找到这只金钗 也由于佛陀 有这一种殊胜的向好光明 所以知道他是一位得道圣者 因此就跟随他出家了 接下来 这位优伯局多尊者就又问 那当时 比丘们的威仪是怎么样的呢 这位老比丘尼就说 当时比丘的威仪 每一个人都比现在 尊者您的威仪来得端言 为什么 当时所谓的六群地丘 他们也来过我这里多次 却都未曾使这一波油 谢意出来 可是尊者 您进来的时候 却使这波油泄了出来 可见 即使佛陀时代的六群比丘 也胜过所谓 威仪端言的尊者 所以由这一点呢 就令我们感叹 佛陀时代 跟随在佛陀身边的出家人 即使是最差的 也胜过 佛灭度以后 最有修行的修行人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反观绝招 处在末法时期的我们 那就是太恶劣了 但我们再恶 佛都给我们希望 像佛教当中 最著名的屠夫 央觉摩罗 央觉摩罗 是差地利种姓 幼年的时候 在一位婆罗门处学习 因为他的师母 勾引他不成 所以就诬陷他 凌辱之罪 老师知道自己 不是身强力壮 的这个学生的对手 就设计借刀杀人 就故意教授 央觉摩罗 邪门外道的升天秘法 就是杀死一千个人 并把他们的手指骨 串成项链 死后 就可以上升到梵天 当央觉摩罗 正准备挥刀 杀第一千个人 自己的生母的时候 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教唤 幡然醒悟 放下屠刀 出家为僧 最终蒙佛加持 转凡成圣 正得阿罗汉国 还有我刚刚提到的 百叶经当中 有一个人杀了五千个人 后来依靠佛的加持 回心 而正得阿罗汉国 还有大天比丘 他是个破仲戒的出家人 犯五无奸罪 大天比丘 在破戒之前 是一个十分 广文博学的大法师 虽然他犯了戒律 但是他所讲的法 都是正确的 所以依止他的好多弟子 都震到了阿罗汉的圣国 所以最后呢 也因为这样的功德 升天了 还有经中记载 悦得长者的儿子 是一位犯 犯法大罪的罪人 因为临终时 父亲教他念 提梭子佛的名号 他的儿子虽然没有信心 只是依照父亲所说的 跟着父亲口唱佛名 最后也不剁恶趣 反而升天了 所以佛法 永远都是给一切众生 希望 阿弥陀佛 给我们一切众生 希望 可怜我们众生 在六道轮回受苦 悲悲我们 被无名构障 所覆盖 而没有觉醒 只要觉醒了 成佛了 就不会再作恶多端 甚至 阿弥陀佛 更加勉令我们 这些罪恶 生死凡夫 所以经中 就有一个批语就说了 就好像一个人 他有七个孩子 有一个孩子 得了重病 父母 就会给更多的关注 更多的爱心 给这个生病的孩子 佛也是一样 见造罪者 心则偏明 敏恋我们 因为我们得了无名的大病 所以佛 更加希望我们 早日回心念佛 往生西方 好早日到极乐世界 去改造 阿弥陀佛的本愿 他力救度 给人希望 我们众生 因为看不到希望 才会造业 人 真正看到希望 看到光明 他自然 会想做一个好人 所以上人说 彼陀救度 给人希望 给人善良 给人欢喜 所以有的人怕说 讲恶人往生 会不会让大家 放纵三叶 对三叶不警惕 去造罪 造业呢 不会 学佛的人 最起码比世间人 有底线 因为我们念佛 还蒙受 阿弥陀佛的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 会让我们 触光柔软 即使是世间人 他都懂得感恩 那我们是真实 感受到了 弥陀的恩德 感受到了 弥陀佛心的慈悲 一定会像 开宗祖师 善老大师 在波州站 所说的那样 内心 是大须惭愧 常怀惭愧 养谢佛恩 一定会 念念称名 常忏悔 所以静宗法师 他曾经就开示过 他说啊 人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是只造业 不念佛 一种是边学佛 边造业 一种是专学佛 不造业 对基本的佛学知识 我们要了解 所有众生 都是一天到晚 在造业 造贪嗔痴 只要没有离开 贪嗔痴 三毒 生口意 都在造业 所以不存在 一边学佛 一边造业的人 会越来越多的问题 就好像地球 有七十亿人口 这七十亿人 不管他学不学佛 都是整天到晚 在造业 所以唐达大师才说 一念一时所造业 足迹六道 至三图 我们一天 有八万四千个念 念念皆是 三图业 不管念不念佛 都是这样 所以一般人 完全埋没在 无明黑暗 和造业当中 所谓埋头造业 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的人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 没接触到佛法 继续造下去 另一种 是接触到了佛法 所以很多人说 一边学佛 一边造业的人 越来越多了 这句话好像就是说 不学佛之前是干净的 不造业的 怎么学佛了 反而造业 而且越来越多 这显然是虚拟的 也是因为你没有观察 这么细致 那他们想 反正念佛就能往生 不堕地狱 不怕报应下一代 作恶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们想 这不是他们想 这是你自己的想象 在这个问题里 有很多陷阱 你自己这么推论 认为反正肯定有人这么想 比如 一万个人听到念佛 就可以往生 其中有几个人认为 念佛可以往生 就可以造恶的 过去有人会说 肯定有人心里这么想 那请问 心里这么想 为什么嘴上没说出来 可能不好意思说 为什么不好意思说呢 他心里这么想 嘴上不讲的原因 何在呢 因为他认为这个话 讲不出来 为什么不能讲出来 因为这句话 他心里也明白 不符合佛教 就说明他心里 还是有标准的 因为他不好意思啊 其实这些问题 和想法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想象 因为没有公行实践 一个真正老实念佛 追求往生的人 听到这个法门 绝对不会这样想 你像我以前 在回答 弥陀救度 使人善良的问答当中 就讲过 尔斯郎的故事 大众可以去听一听 就像尔斯郎 他前一秒 还想着偷盗 干坏事 下一秒 闻法人上人 讲说 弥陀无条件的救度 感动的落泪 从此 弃恶从善 老实念佛 最后还献佛身 以及呢 感化了 要杀他的一个人 从此 从此 这两个人 就结草案 念佛 最后都预知实质 往生了 还有我 还有为自己战争中 屠杀身命的罪恶 所恐 回忆在法恩上人坐下的 雄谷年身房 当他听到上人说 如来救度众生 并无条件的时候 放声大哭 如果要我砍掉一只手 一只脚来赎罪 才肯救我 我也会毫不犹豫 竟然是什么都不需要 就这样救度我的阿弥陀佛 真惭愧呀 真感恩 所以这是他发出的 忏悔的心情 凡尚人在世的时候 感化了很多恶人 最后弃恶从善念佛 还度化了很多 被生活所迫 而不得不杀身 以及卖身卖意的妓女 念佛往生的势力 所以弥陀救度 给人希望 人 有希望 见到光明 他自然会向善 向上 向尽 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 是关于一个大道念佛的故事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从前 在某个国家 有位天下第一大道 他企图窃取 某个寺院当中 用来祭祀的黄金佛族石 但如此珍贵 而且以黄金打造的佛族石 岂能如此轻易偷到手呢 于是他思来想去 跑到寺院 对寺中的和尚 去谎称 我本有妻儿 但都不幸病逝 因此对人生 感到绝望 想要入国门 出家修行 从此 这位天下第一大道 就剃度出家了 成功 潜入了这间寺院 他计划 先取得寺院大众的信任 是众人 对他毫无戒心 到时呢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轻松的 把这个宝物偷出来 于是 他就佯装成一副 认真修行的样子 认真 听经文法 努力 学习经教 还常常 背一些经文 每日不管是念佛 或者是做佛事 他都表现得 勤勤恳恳 经过了一个月 两个月 他告诉自己 不要焦虑 不要迫不及待 再忍耐一下就好 又过了三个月 半年 他又对自己说 不行不行 现在出手 一定会被发现 是我偷的 就这样过了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他心想 我要偷的 可是黄金 做成的宝物 佛祖石啊 于是又过了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他心里又想 不行不行 时候会到 阿弥陀佛 又过了九年 十年 十五年 又想着 黄金的宝物 阿弥陀佛 所以时光就这样 飞逝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过去 这个时候 他心中 只剩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而且 不知不觉之间 他竟然成了这间寺院的住持 在乡里间 还颇具声望 众多的善男子 善女人 喜欢听他 讲经说法 他成为四中 最尊贵的 出家人 曾经是天下第一大道 但这个时候 却无人不晓 如今 他成了供奉 黄金 佛祖石寺院的住持 实在没必要 去偷自家的东西 甚至在这几十年的岁月当中 渐渐的忘却 自己来寺院 偷宝的 初心 所以这就是佛法 这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给人希望 引导别人 走向光明 这是大道的念佛 还有一个故事 是死刑犯的念佛 在明治时代末期 有位强盗 杀人 所以就被 要判处死刑 在执行前 总会问这些死刑犯 就会问他们 你最后想吃些什么 你想见哪些人呢 这位死囚立即说道 我想见我妈 于是 玉方 就立刻安排他 与他的母亲 见面 在场的人 通通通以为 即将上演 母子离别的悲情戏满 没想到 死囚见到母亲后 竟突然往他脸上 吐了口唾沫 就红着眼眶 含着泪 激动的狂吼道 如果你当时训斥我 事情 就不会发展成 今天这个样子了 这个当时 指的就是在他小时候 他与他的母亲 一起去看戏 离开时要穿鞋 但因为天色昏暗 自己的鞋 与其他小孩的鞋 混在一处 实在难以分辨 因此 穿错了鞋 而这双鞋 比自己原来的鞋 好很多 他就对妈妈说 妈妈 我穿错鞋了 妈妈听后笑道 这样不是很好吗 你赚到了耶 听完妈妈的话 感觉好像被母亲称赞了 从此 他似乎体会到 如何做 才能让母亲开心 自从那次穿错鞋的事情 发生了之后 他开始行窃 每每将战利品 拿出来给母亲看时 母亲 总是会说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东西 你就留着吧 似乎 从来没有生气 也没有呵斥过他 由于母亲的纵容 与溺爱 他开始了 盗窃的人生 最终 竟成为死囚 对于母亲 当时没有训斥自己 没有对他说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 是不对的 或者 你这样会造成 别人的困扰 应该去道歉 他耿耿于怀 直到在行务所 经教会师的引荐 认识了一位 出家人 这位出家人 给他讲述了 阿弥陀佛 无条件 救度众生的 念佛法门 先前 由于出自 对死刑的恐惧 他把一切 都怪罪于自己的母亲 但后来 发生了转变 行情前 他对自己的母亲说 妈妈 是我错了 对不起 我就要死了 今生 我们即将 别离 但阿弥陀佛 会来接引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的我 竟能成为尊贵的佛 到时 愿能再相见 在西方极乐世界 相聚 这样的我 真的很抱歉 我死后 也请记得我 再见 谢谢 这是一位死刑犯 因为遇到 弥陀无条件的救度 而 忏悔 自己的故事 上人 曾经写过 一首诗歌 写得非常好 叫 不论如何 不论如何 弥陀本愿 犹如金刚 永不改变 不论如何 弥陀念我 如母一子 永不舍离 不论如何 不论如何 弥陀时刻 与我同在 永不嫌弃 不论如何 造恶众生 需要弥陀 本愿救度 不论如何 如何污秘不尽 虚假 禅取 弥陀救度 永不改变 不论众生 如何贪爱 称赠 愚痴狂恶 弥陀救度 永不改变 不论众生 如何 罪身 账重 不老强盛 弥陀救度 永不改变 不论众生 如何 武力 磅伐 缺乏 修行 弥陀救度 永不改变 因有本愿 使人安心 使人希望 使人善良 因为不论如何 拿摩阿弥陀佛 势必救度 因为不论如何 拿摩阿弥陀佛 势必救度 拿摩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 就讲到这里 给大家看 阿弥陀佛 给大家看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